指揮官想要請教說 今天有那個兒童疫苗 BNT 那一共有2,000劑 主要是用於檢測跟實驗用的 那請問預計何時會有施打的時程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新北市長侯友宜說 目前 新北各項的標準都已經達標了 那應該加速 居隔轉型的啟動 那目前這個草案的進度如何 謝謝 第一個 那2,000劑不是拿來當作廣泛施打用的 再來當作檢測或相關的一些實驗來做使用 那至於什麼時候開始打BNT 那可能就要等到 他這一批 大概應該是77萬的兒童疫苗 進貨的時間定了 我們跟大家來做報告 那接下來的時程就會照著 這樣的一個時程來走 照著他進貨的時程來走 衝一下剛剛還女問的兒童疫苗問題 就是今天 1,000劑 輝瑞兒童疫苗是作為實驗檢測用 那請問是全部都作為實驗用途嗎 那實驗的方向又是怎麼樣 再來就是想問一下說 目前有統計民眾染疫之後 有出現容易疲累反應遲度類似腦污的情況嗎 或是有統計確診者中有哪些是長新冠 比較常出現的症狀嗎 謝謝 症狀等一下請羅伊勳 不過這個東西是這樣 他的提供 當然那是在我們來使用 那基本上他這樣講就是說 以後如果萬一有 需要做實驗的時候 可以從這裡面直接來用 那當然是交給我們來用 那意思是說不用錢 因為那是不用錢 那是不用錢的 最簡單講是那2,000劑是不用錢的 那可以做相關實驗檢測之用 但並不是限於說我們只能用這個 我們可以拿其他 他跟疫苗是一樣的